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开演 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呢 自己描述当前的改革问题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因此向中外专家还有智囊 讨求所谓的改革良药 那么中国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中共内部的所谓改革还能够奏效吗 下面就要我们来听一听 有关专家的相关分析 中共十一月就要上演的三中全会 至今还没有公布开会日期 不过几个月来 中共高层在多种场合 特别是国际会议上 都在主动谈及中共要全面深化改革 10月23号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海外智囊团 就中共即将定验的经济改革 向他们求医问药 智囊团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私人股权公司 凯雷集团董事 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 和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 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等 习近平当天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 再次强调 中共本届三中全会 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习近平自述 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瞻前顾后 卫习不前 不仅不能前进 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每次中共在危机的关头 在几乎叫崩溃灭亡的关头 总是会抛出来各种各样的那些烟幕弹 所以他们又要改革了 又要反腐了 又要政治改革了 中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改革 或听取别人的意见 或听从智囊团的建议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继续维护和鞏固中共的统治 中共历史上 自1978年 邓小平启动了第一次所谓改革后 还进行了几次经济改革 不过这些改革往往在中共 处于执政危机后出现 促成第一次改革的危机是文化大革命 导致中国经济处于毁灭的边缘 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 不得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第二次改革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 国际上一片制裁之声 同时苏联等东欧共产国际全面崩溃 中共再次面临生存危机 邓小平被迫难寻讲话 开始破组改革 到了1998年 三分之二以上国有企业亏损 中共的经济命脉面临衰亡 中共开始所谓的国有企业重组 工人开始下岗 大量国有资产落入共产党领导人的私人腰包 造成目前社会贫富两级分化严重 那么中共现在进入的所谓改革深水区 面临了什么危机 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出席中共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时 在报告中 他承认当前中国经济运行 面临一系列的困境 他表示 今年前两个季度 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消费投资以及外贸全面呈现下行趋势 央行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吴景连指出 只完成一半的改革 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 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使增长步入可持续轨道 习近平在政治改革上 比胡温时期还要往后筹 但经济改革 因为现于全球的经济环境 发生了变化 他又不得不往前推 一推一推 两个的矛盾 闲而一见 如果没有政治开放的话 这些经济开放已经走到了极限 目前中国各种维权抗暴运动 风起云涌 民众退出中共的三退大潮 再次凸显中共面临的执政危机